喝咖啡是现代人的习惯 根据统计 台湾平均一人一年要喝到122杯咖啡 喝咖啡有一些好处 可是对于有胃肠疾病 特别是有消化性溃疡 或胃食道逆流的人来说 喝咖啡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当然如果不喝咖啡最好 那如果要喝的话 不要空污喝 空污的话咖啡因的吸收会更快 对胃酸的刺激会更大 那造成的症状会更明显 那第二个如果要喝的话 黑咖啡会比拿铁来得好 拿铁主要是牛奶的成分占多数 那牛奶是高蛋白 会是鸡胃酸的昏迷 所以如果切不掉要喝 还是以黑咖啡最好 咖啡现在几乎是一般人 生活上面时常必备的饮料 那可是又偏偏有不少人 喝了咖啡之后会觉得胃不舒服 那所以在肠胃科的门诊 时常会被病人询问到说 医生我到底可不可以喝咖啡 以及喝什么咖啡会比较好 那我跟大家分享说 其实咖啡里面有咖啡因 那很多人喝了咖啡之后 确实会有些不舒服 食道阔跃剂收缩 与咖啡因的剂量有关系 咖啡因是一种带有苦味的化合物 它会透过许多途径 像是口腔和胃内的苦味受体 来刺激胃酸的分泌 并降低下食道阔跃剂的功能 所以我建议 有胃食道内流的人 要尽量减少咖啡的社区 除了胃食道内流患者要减少咖啡摄取 一般人来说建议一天不宜超过三杯咖啡 也就是咖啡因总量超过300毫克 不仅可能引起胃酸逆流 还可能导致心悸或头痛 量一定要控制 适当的量会带来一些好处 那过多的咖啡会带来消化到疾病的一些症状 也会带来胃酸逆流 或者是胃溃疡的加重 水果 蔬菜 膳食纤维 或者是维他命A 是可以降低溃疡发生 不过对于吃了刺激性食物 例如麻 辣等饮食 会引起呼通的难说 建议您尽量避免这类刺激性的食物 来减少造成互布的不适 拿铁就是比美式多加了牛奶 但是就是因为这个牛奶 有蛋白质的成分 会导致我们胃酸分泌的更多 虽然说拿铁里面含有牛奶的成分 它在刚喝下去的时候 其实会迅速中和胃酸没有错 那但是它因为这个牛奶成分 里面的一个蛋白质还有钙质 都会促进这个胃酸 在后续的一个分泌的高峰 拿铁深受大家喜爱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 喝拿铁 像是胃酸逆流或胃溃疡病友 咖啡因和牛奶都可能刺激胃酸分泌 进而加重胃酸逆流或胃溃疡的症状 而高胆固醇病友 拿铁中的牛奶含有饱和脂肪 对于高胆固醇病友来说 摄取全脂奶可能会不利于血脂 拿铁中的牛奶所含的蛋白质和钙质 也会刺激胃酸的分泌 而牛奶中的乳糖 对于乳糖不耐症患者而言也容易造成腹部的不适 所以我建议有乳糖不耐症 需要限制蛋白质或控制热量的人 黑咖啡会是比拿铁更好的选择 医师提醒想用咖啡又避免胃酸过多 或是胃食道逆流胃溃疡等这些不舒服的症状 其实第一个关键就是在喝咖啡时 要让自己的情绪是不要处在紧张或压力的状态 尽可能与医师充分沟通 了解身体状况 别让疾病恶化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